屋子內部凌亂不堪 而外頭還拉起封鎖線 因為就在瑞芳的喉童 發生了雙施命案 我們過幾天 我們都沒看到人 我就說在主委主委 這兩天 不是做人 有稍微炒味 鄰居幾天沒看到人 沒想到屋子傳出陣陣惡臭 讓鄰居嚇得趕緊報警 警方或報道場 發現一男一女沉濕屋內 鄰居男子呈櫃姿 陳姓女子則是沉濕在地板上 兩人身上都有刀傷 死亡時間至少三天以上 警方出判並沒有外力介入 兩者身上是有刀傷 但是是怎麼樣的造成的 而且有部分刀傷是 並不會造成致命原因 但是這詳細的資料 還是要等法醫研究所的報告 人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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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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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者鄰居男子從事裝潢液 而陳姓女子平常擺攤為生 兩人同居關係膝下 並沒有子女 而神壇是兩人共有 平常幫人收盡拜拜 死者倆平常與鄰居關係融洽 但究竟為何會繁瑣 家中又身負多刀 死亡多日 案情撲朔迷離 還等待警方 臭死撥繭 記者竹林俊鋒 林俊鋒 林俊芳 新北市報導 市廣牡 臨 modern 組成